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tips 就是关于我们的run around forehand 很多朋友当他们有反手的时候 他们不打反手,他们就吞吞吞吞 用正手去打,这是一个非常强的球 因为如果你吞到的话,利用正手 你就不用打反手 你就可以利用正手攻击对手 因为正手多角度和力量大很多 所以你不用打反手 你已经有一个优势去攻击对手 但问题是很多朋友觉得慢 不能退前 今天会有一个普法的分享给大家 令大家都可以退得快些 很多朋友打过run around forehand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会跳 然后去打一个正手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记住,如果你用这个 shuffle 的步法 去打一个run around forehand 你是不够快的 当然如果球是够慢,你可以做到 那没问题的,你保持完 但是如果球是快的 我建议大家用一个步法叫做 backpedal 就是说,你要第一次转到腰 把腰部 把腰部向着 然后呢,你就向后跑 那如果你向后跑呢 是比你的shuffle 的 是比你的shuffle 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向后跑呢 我这个 我的补速呢 是比shuffle 更快的 而且呢 我已经转了身 之后我一转回来 就已经是做一步了 所以等一下呢 我示范呢 大家留意看一下 我的步法呢 不是一个shuffle 而是一个backpedal 第一件事我要转呢 就是转了我用腰部先 之后呢 我就会 可以 向后跑了 那有一件好的事 会发生呢 就是当我转腰的时候呢 我上身都会转完的 那呢 同一时间做两件事 所以呢 我可以快一步 去打这个run around forehand 那大家都看到呢 我刚才示范的那几下 run around forehand 给大家看呢 你看到第一件事我做呢 就是 转我的腰 令到我可以 很快地向后靠 那我转腰的时候 我都转了我的分 那当然 这个呢 同一时间做两件事 令到你可以 快一步 令到你可以 快一点 比你对手的波 不只是 用shuffle 的步法 你用shuffle 的步法呢 当然是 慢波就可以做 但是我相信你的对手呢 都不会常常给你慢波 那他攻你那个反手的时候呢 他都会给你快波 那记住和你的分 那记住和你的朋友分享这个提示 因为呢 这个当然会帮到大家一起 提高技术水平 还有呢 会帮到你的friend 他也会很感谢你的 那呢 记住记住 多些练习 最初呢 就不要用波 做stm 网飞雪 慢慢自己空拳再一次 先来了解你的步法 因为有很多朋友呢 小心 他们最初做的时候 做得太快 他可能会跌倒的 记住 千万不要 立刻做快 做慢 这样才做到的 那多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多谢大家的收看 多谢大家的收看